《青铜兵器》 通过这些青铜兵器 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当时的战争水平 而且还可看出我们祖先在青铜制造业方面 所具有的高超技艺 如今已成为古玩收藏品的青铜兵器 存饰量很少 因此它十分珍贵 这是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 这个青铜兵器的产地主要是在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 它具有汉族的一些特点 也有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些特点 它的文饰也是一种朱雀文 它又带汉人的 就是汉族的一些特征 它的形式和它的整个手的霸 它又是带民族的一些特征 它的整个保存比较完整 青铜的绣 也很漂亮 这是一把月 这把月也是我们四川地区特有的新式的月 它叫空心的空心 形式一种烟袋 这种有叫烟袋月 这也是一个月通月 还有这种形式的 还有这种形式的 可以看看 这是毛 像这种毛 上面也有涂饰涂鱼 如何鉴别八叔清通期的真伟 我们是这样鉴别的 一般的就是它在历史长河中间 它的声音已经完全没有了 听音它没有声音了 然后它的皮 整个的我们表皮 它不是现在人为制作的那种 用化学物质把它形成的那种表皮 它的修饰 特别是这种修饰 不是化学品能做出来的 它是修饰在里边的 鉴别八叔清通期的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第一 看它的修饰 修饰 第二 听它的声音 第三 点它的重量 它的重量就是 与现在星座的重量 比它的重量要轻 就这三方面来鉴别八叔清通期的真伟 八叔清通期它在因为长时间埋传在地底下面 地下面它拿出来以后 与现在同类型的就是仿制的清通期 它的重量不一样 就因为它在地下埋传时间过长了过后 它俯饰秀饰 然后打了所有比重不同 还有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声音 这也是最大的区别 这是一把八叔柳叶剑 八叔柳叶剑 除了它的柳叶剑 除了它的柳叶型的形式以外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说很多的柳叶剑上有八叔符号 也就是说我们专家学者所称的八叔图语 请看 八叔符号 八叔图语 它是一个叫我们现在来讲就叫天苏 还没人解读它 解破它 它的是正八祖和熟祖文化的精髓部分 希望很多的专家学者来解读它 这个战国早期的八叔轻松剑 它有一特点就是它的孔是直孔 直孔 战国早期的 它中期的它就给晚期的 它孔一个上面一个下面斜一点 这是一把宋代时期的剑 它与其他的剑有所不同 它是铜把 下面的是铁剑 像这种剑保存很完整很不容易 因为它铜的东西它不用修饰 它的铁的部分很容易修掉 很多的铜剑 就是很多的这种剑 它的铁的部分已经没有了 像这把保存得完好的 比铁很少见的 青铜兵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 向我们展示着古代将士的风貌 和青铜制造业的高潮技艺 共同学的 检查 根本